美國國會常設機構 美中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 5月4日公布的例行報告顯示 中共官員一共擔任四個聯合國機構的總幹事 和一個國際組織的行長 約佔聯合國機構總數的三分之一 5月4日公布的報告包括 擔任主要國際組織負責人 和聯合國高級領導職位的中國大陸官員更新名單 這個名單每半年更新一次 包括董事會和高層管理職位 外界認為中共近幾年通過爭奪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要職 試圖對外輸出影響力 甚至直接將這些機構的政策向中共傾斜 首先 趙口輪至2015年一直執掌國際電信聯盟 在聯合國任職之前 趙曾經在中國郵電部工作 該部現地屬於工業信息技術部 國際電信聯盟是聯合國系統內一個重要的組織 其次 監管全球航空旅行和航空業的國際民航組織 也受到北京控制 這個組織由紐方掌管 它直到2021年7月才第二屆任期期滿 紐方的職業生涯 始於中共政權下的航空部門 因為對民主台灣的敵意和對航空旅行徵收國際稅的提議 國際民航組織已經變得聲名浪跡 在此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由中共前財政副部長李勇 從2013年開始執掌 2017年他再次獲得第二屆任期 在為古巴和伊朗的獨裁政權提供資金後 多個西方政府退出了這家臭名超注的聯合國機構 掌管這家機構的李勇 經常為華為等中國公司進行辯護和宣傳 手段是經由北京的宣傳機器來誇大宣傳 並聲稱聯合國對此表示支持 總部位於羅馬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從2019年開始 由中共前農業農村事務部的副部長屈東玉接掌 根據媒體的報導 北京通過賄賂和威脅 來鎖定這個有影響力的職位 聯合國糧農機構 制定世界範圍的農業政策 並且分發糧食援助 除了上述4個UN的一把手職位 還有一個國際組織 2016年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從一開始就由中共官員金立群擔任 金在1998年在朱鎔基出任中共總理時 被提拔為中共財政部副部長 除了擔任聯合國的第一把手職位 還有多位的中共官員擔任聯合國機構的其他重要領導職位 比如從2017年開始一直擔任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副秘書長的劉振文 他從另一位中共官員手裡接行這個職位 劉曾經擔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 另外徐浩良擔任聯合國發展處助理秘書長 該處一直有著為共產政權推波助瀾的歷史 一個例子是早在上世紀80年代 聯合國發展處就以發展為理由 幫助北京的平壤盟友建立一個半導體工廠 北韓政權利用這個工廠生產導彈零件 在這次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中 因為疫步疫趨跟隨北京論點而飽受批評的世界衛生組織裡 中共官員任明輝被任命為 《全球健康福蓋面》項目的助理總幹事 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 也是由中共官員黃斌榮擔任 北京曾經遊說令黃斌榮成為這個機構總幹事 但專家擔心如果中共官員掌控這個機構 北京將會有權使用世界最大的知識產權 和知識機密的信息庫 威脅美國的公司和國家安全